HELLO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尚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拳野叉這部漫畫 拳野叉是一部熱血維美還有點悲情 是一部非常受歡迎的神作 一個好消息呢就是他的主角 全夜叉跟大哥 我們先賣罐子不說另外一個是誰 這兩位英雄呢即將登入 決戰平安靜 而且呢 是完全不用花你一毛錢喔 這兩位英雄都是免費贈送 活動詳情呢請到官方和粉絲台灣看看 不管是全夜叉或者大哥可殺生完 都可以兌換喔 我覺得這個活動呢非常佛心喔 大家覺得官方有多佛心 一分到一百分 接著呢我們先來看看全夜叉的技能 首先是我們的被動 斑藥血統 在我們生命地獄一般的時候呢 提升雙抗 生命地獄20%的時候呢 還會恢復生命 我覺得這個技能呢 應該改名叫主角光環 一技能風之霜 我們的普通攻擊呢 會增加攻擊速度 而且呢第三次會造成 範圍的物理傷害 我們升級大招鐵碎牙之後呢 還能夠進一步強化 待會我們繼續補充 接下來呢是全夜叉的二技能 暴流破 暴流破呢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控制喔 能夠擊飛面前的英雄 待我們升級鐵碎牙之後呢 還能夠進一步升級成 真實傷害 三技能也是全夜叉的位移技能 像指定方向衝鋒 並且造成物理傷害 最後呢是全夜叉的大招鐵碎牙 鐵碎牙的主動效果呢 是揮出一刀 造成持續的物理傷害 全夜叉每一次升級他大招呢 都會強化他的武器一擊 總共可以升級四次喔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效果 大家可以暫停慢慢看 那我替大家整理一下 總結一下呢 不管他技能強不強 他效果已經 帥到不行 完全是我的菜喔 還有我有點想要 鑽進全夜叉 進行其他全夜叉 跟他哥哥殺身玩 想獲得更多消息 或者觀看更多影片呢 記得訂閱我頻道 那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